好 再来关注到楼市方面 川家预计除了保障房货币化安置之外 包括财税 户籍领域等配套一揽子政策 预计将会在明年密集亮相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三四线城市推出购房补贴政策 去库存政策再升级 洛阳 筑马店等城市 为鼓励本地农民进城购买商品房 已纷纷出台各种财政补贴政策 数据显示 2014年来 累计已经有超过50个城市 发布了不同力度的购房补贴政策 其中主要为三四线城市 中国指数研究院黄宇表示 就一线城市而言 北京前11个月商品房住宅成交量 共48,900余套 超过了去年全年成交量 同时 商品住宅的成交金额 达到2,208.69亿元 从2010年以来新高 黄宇表示 目前 单靠限购的需求端调供已经难以平衡市场 需要更多从楼市供给端入手 结合供给端改革 通过多层次的楼市供应 满足不同购房人群的置业需求 张大伟表示 未来 政策储备将从多方面进行 澎湖区改造将持续加码 信贷政策继续宽松 降息通道已经全面打开 从2014年11月末开始的本轮降息通道看 六次降息购房按照基准地率计算 20年期100万元房贷利息将减少22.57万元 同时 将放缓房产税落地 继续释放规划政策红利 直接购房 以往减免税费并给予一定补贴